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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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人欢迎收看今天的一虎一席谈 一个在全世界金融行业当中非常牛的投资银行 居然被自己政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他是欺诈 那到底怎么回事 不仅自己的政府的证监会要对他动手 甚至包括了德国 包括英国 包括了法国 现在要对高盛发出了猎杀高盛 到底高盛是招谁惹谁了 是我们自己外行人看热闹看不懂金钱游戏的规则 还是高盛掉入了自己道德跟法律的陷阱 那一场大PK马上就要开始 首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PK嘉宾 在我左手边第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 也是环球财经的总编 向宗座 欢迎向宗座 在我右手边也是我们老朋友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的常务理事 谭雅琳 雅琳女士来到现场 欢迎您 第三位 清华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室的教授 也是著名的博士生导师雷嘉素先生 欢迎雷嘉素 在我右手边天行厚德投资管理公司 资本市场的高级研究员赵冰冰 欢迎冰冰老爹来到现场 好 我们首先一看来看今天这个话题 到底呢高盛们是金融的创新 还是金融的气差 首先有一点包括我自己都想了解 您看了这么多天有关高盛们的事件当中 你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首先就要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指的是高盛的金钱游戏图 这边有中介的高盛 还有还有这个相关的CDO跟卖方跟买方 这个图告诉我们 我想先请松作为我们解释一下 可不可以简单浅显易懂的方式 告诉我你所理解高盛在这个事件当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 其实高盛他在这个里面 他既是这个CDO的一个制造者 又是CDO的一个发行者 所以为什么他是典型的一个金融气账呢 那么其实这一次在这个国会的听证和那个SEC 他的指控里面 他就是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就是高盛 你是你是叫investment 这个advisor 一个是叫market maker 我先打个岔 来我请向先生来到前面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来这个部分来讲不解释清楚啊 大家也不了解 到底这几个几层的关系 他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买卖交易 他的缺点在哪里 我想这个核心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他怎么怎么样把这个 核心是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这个制造这个CDO这个产品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品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产品 CDO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可以把无数的这个个人的住房抵押贷款 对把它放在一起 比如说这一个包里面可以放几十个 几百个甚至几千几万个 然后放在一起呢 然后再把它切块出去卖 把它重新包装 那么现在说高盛欺诈主要是有三条线 我们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的非常清楚 第一条线 第一条线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你这个产品是 鲍尔森这个公司已经在抛空 然后你还叫你的客户买 你买他抛空 而且他知道这个产品是很有问题的 马上要破产 这些这些马上本金都收不回来 然后他抛空他已经赚钱 所以最终他是赚了十个亿 他的客户他的投资者亏他十个亿 所以第一个欺诈 第二个欺诈是更严重 就是前天的美国的参议院刚刚公布出来的 一个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 华尔街日报上有非常长篇的报道 就是这个CDO的产品 按道理来讲 比如说你你里面有 比如说你这个里面是有一千万的 这个刺激的刺激袋 那么你把它包装以后打出去 你应该只能再卖一个一千万 对不对 他卖了多少次 他卖了三十次 他卖了三十次 就是说他卖了无数次 有的产品他甚至卖了不止三十次 这是第二个欺诈 第二个欺诈 第三个欺诈 就是说这个里面的很多产品 实际上都是远远低于投资级的 可能都是C级了 甚至是一个币这个级别 我们按高高投资的都知道 但是他把它同意包装以后 多数都变成了 80%都变成了三个A级或者两个A级 然后让全世界的银行保险公司去买 因为银行保险公司 只能买投资级以上的产品 这三种情况 现在都是美国正在调查他的事 这三个主要的欺诈的新闻 好 讲到这高线的金钱游戏图 坦白说实话呢 我没有带华尔街 那我们也不是在国外里头长大的 所以这里头的金钱游戏 到底有哪些微妙的地方呢 我想要在这方面来讲 还是一个专业者来给我们来解读 这掌声来欢迎 他就是世界银行集团 国际金融公司 东亚太平洋局的高级投资官员李耀 新人欢迎李耀 李耀特别感到我们现场了 谢谢 但是有的人在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松作所的解读 你在台下也看到了 对不对 但从你的角度来看 这里头当中 比如说这里的环境当中 是有哪些是外 是大家误会了吗 误会了高盛还是怎么样呢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市场的 这个博弈的一个过程 市场的博弈图 另外一个就是说 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市场 所有的参与者 在进行这种博弈 这过程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外部的这个政府 如何来整个监管 这样一个体系 如果作为高盛来讲 他是一个很 非常聪明的市场参与者 他在这里边 利用信息不对称 利用一些这种 那个可能会出现一些 这种利益上的 一些冲突等等 这些一些灰色地带 来来保护自己利益 或最大化的 来扩充自己的利益 这一点来讲 有的时候我们说 他很可能是 是不合理的 但是是不是合法的 我们现在没法说清楚 雅琳斯同意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不合理的 但是是合法的 对因为从现在来看 就是高盛他的高端 他的专业和他的前沿 是到了世界认可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 他超出了理论 超出了监管 我们现有的监管条件 所以呢大家认为 在有败笔的时候 或出现问题的时候 大家认为是欺诈 但是我觉得从市场的角度 他包含有创新 来我想冰冰来补充一下 刚刚乡琳斯特别讲到 这三个部分 他是三个旗产 你认不认同 我认为这个 还不能说单单的 就这样认为 因为其实这个 在过程中 保尔森公司 他是做空的 但是在高盛 他其实扮演的角色 第一个 他本人是产品的制造者 也就是他制造也销售 同时高盛也做什么 高盛也做多这个 他也是交易的一方 他又是对对方 对投资者 一个咨询的 这么一个角色 只是他是扮演一个 多重角色 其实按照来说 法官是不可以 审自己的案 裁判不可以给自己审 那么这种情况 高盛其实办了多重角色 是由于坚稳极致的部分 我想现在就是说 现在美国的这个 国会的参议员 和美国的这个法院 现在指控它是两个行为 一个行为叫 我们用一个英文词 叫feducary duty 是吧 feducary duty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诚信责任 这个诚信责任 是指投资银行 对它的客户 要有的诚信责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替我理财 你再告诉我 这个产品的风险是在哪里 回报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不高盛的CEO 说我不是这个advisor 我是什么呢 我是market maker 好 那现在美国的国会参议员 又说了 作为market maker 没有错 你可以告诉 你可以不告诉你在干什么 但是你作为market maker 如果你蓄意的 制造这个有毒的资产 卖给你的客户 你也是违法的 那这个违法不仅仅是 行事 民事的违法的 而且是这个 行事的违法了 所以现在高盛其实不仅 面临着这个 所谓的这个 sible的这个问题 还面临着 不仅是民事的 对不对 这两个都有 雷老师 你从你的角度来看 美国参议院通教会当中 他说还有六宗罪 包括了他误导 这次行事